都知道现在的经济不好 各个公司都在裁员 这美国这边的大企业 真的它也是一样的 尤其是那种科技企业 像Facebook就宣布要裁掉一万一千人 真的是疯了 美国人用Facebook就相当于咱们国内刷微博 这么说大家就理解 这是一家很大的公司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Facebook裁员不是说让你直接走人 他给你的补偿还真是不少 今天我去跟大家唠一唠 看看大家羡慕不羡慕 他裁员先是给你补偿上四个月的基本工资 然后你如果每多干一年 他就多给你补偿半个月的工资 最后还会把剩余的带薪休假的钱又补给你 额外的再送六个月的医保 这种补偿方式对新员工是比较友好的 哪怕你要上班不满一年 也能拿四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 这么一算呀 这一个人呀就要补偿几万甚至十几万美金呀 够人家生活大半年的了 再看看这些被裁的人啊 一个个补偿这么多的钱 咱也不知道是该同情他们呢 还是该羡慕他们呢 好 好 谢谢大家